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10月23号周三晚上的8点35分 今天的美国四大指数是起跌,纳指领跌 其中纳指100的成分股只有19只上涨,82只下跌 不过特斯拉盘后的财报大涨是又托起了纳指 稍后会谈到特斯拉的财报毛利率是超过预期 而且是超出的非常的多 另外今天的个股的安排也比较的丰富 包括像英伟达,麦当劳,还有苹果的跟踪 还有ARM和高通的官司怎么看 那么高通怎么去思考 还有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像EMPH和太阳能 我再说一遍,把他们的长期的观点和大家进行一个提示 好,咱们首先快速的过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 那么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有一个是来自于9月的城屋的现房销售 从386万套下降到了384万套 低于预期的386万 那么代售房屋的库存是同比增长23% 为4.3个月的销量 略高于8月份的4.2个月 那么现在的供应量正在影响房价的增长 其中房价的中位数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如果抵押利率,包括美联储的利率像预期那样的下降 预计房屋销售会在2025年重新获得动力 那么现在是不是有证据证明支持美联储的持续降息呢? 至少从目前看起来啊 美联储在9月降息50个基点的理由并不充分 因为今天出来的9月赫皮书说明了这一点 赫皮书呢 它是美国的12个地方联储的一个经济调查的汇总 每个月都有一次 咱把9月的赫皮书简单的过一下 那么总体上来看呢 从9月以来 几乎所有的地区的经济活动都没有变化 两个地区报告了温和的增长 消费者支出和报告呢 是好坏各半 一些地区指出购买结构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转向了更便宜的替代品 另外呢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9月在本报告期内略有增加 超过一半的地区的报告略有或温和增长 其余的地区是几乎没有变化 还有就是许多地区报告啊 人工的流动率较低 裁员仍旧有限 对于工人的招聘的需求有所缓解 那么招聘主要是侧重于替代而不是增长 与此同时呢 工资总体上以温和至中等的速度上涨 好 那么在物价方面 物价方面呢 是通胀继续缓和 根据大多数地区的销售价格 以及报告呢 是小幅或者温和的速度上涨 许多地区的房价是小幅上涨 租金报道呢 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 这是贺皮书 所以看起来 9月其实呢 经济并没有恶化的特别的快 包括在失业这边也没有恶化特别快 那么美联储在9月降息50个几点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 仍旧缺乏一些主要的经济数据的支撑 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个股啊 个股比较的多和大家呢 来挨个儿讲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财报 特斯拉今天财报发布之后呢 是暴涨了13% 一口气又来到了240块钱附近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这份财报啊 到底爆出了什么样的重大利好 大家能够炒得这么高 整个的财报呢 是收入同比增长8%到了251.8亿 这个是低于预期的254.3亿的 但是特斯拉实现了7.39亿美元的信贷监管收入 这是历史上的第二高的季度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72美分 高于预期的60美分 为什么营收增长不及预期 但是每股收益高于预期呢 最主要就是毛利率升高了 毛利率呢是19.8% 高于预期的16.8% 最重要的是扣除信贷监管积分的 汽车的毛利率是飙升到了17.1% 这个咱们昨天给过前瞻 那么市场预期呢是14.9% 你想想超出了差不多 有大概是20个多个基点了啊 大概是高于二季度的14.6% 那所以这一块是非常令人意外的 认为现在呢 看来这种靠降价呀打折呀 或者这种比较大的优惠 促销力度对于特斯拉来讲呢 在这个季度至少看起来 似乎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拖累 反而有筑底大幅反弹的趋势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营业收入高于是27.2亿 高于预期的19.6亿 自由现金流27.4亿 超过预期的16.1亿 资本支出是35.1亿 高于预期的25.6亿 这几个数据都不错啊 包括还释放了一些其他的利好消息 像这个Cybertruck首次实现盈利 部分的原因呢是量产 那么谈到了特斯拉的产品前景的公司表示说啊 更实惠车型在内的新车计划 仍旧还是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生产啊 这个预期是没有变化的 有一个超出预期的 就是关于24年的交付 尽管总体的宏观经济持续不佳 但是特斯拉预计2024年的交付量 将实现小幅增长 括号里边是我补充的啊 不是他说的 英文市场的共识呢 是在180万辆左右 那么现在他说实现小幅增长 那就应该是要超过180万 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预计 说明什么 说明到了四季度 特斯拉的各个工厂啊 要甩开膀子干了啊 要把车呢干到51万辆以上 好 这是特斯拉 目前整个的财报呢 透露的基本上都是利好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很差的信息 那么特斯拉的股价 今天呢是一口气跑到了240块 前前估值做一个更新 但这个估值呢 还是只是一个参考啊 因为咱们讲过 特斯拉啊 波斯拉对吧 他现在呢 其实是以波段技术面为优先 市场呢 并不太关心他的估值 因为毕竟现在大的市场趋势啊 标普也没有出现重大的这个回撤 那么其他的呢 包括高科技啊 人工智能也在高歌猛进 所以在总体大盘还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特斯拉呢 也成为一只波段非常激烈啊 大家很愿意去做的股票 所以参考估值 仅做参考啊 大家知道它真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你就知道了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只要没有走出这个震荡区间 还会在这里边来来回回的搞很多次 这个震荡区间仍旧是上方的238到266 今天盘后涨的242一脑袋就扎进了强压力区间 这个地方只有突破才有机会再看到更大的技术面的上行 但是那个时候离基本面就更远了 对吧 离基本面几乎都要翻倍了啊 那么如果没有突破之前 仍旧上去之后 大家要关注明天高开以后的回落情况 还是要提示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强压力区域 同时期权这边我们昨天给大家讲解的关于期权的波动7%点多 是截止到25号还有两个交易日 大家还是要注意有没有可能打上去 最后在周五的时候期权又打回来 就是上去以后 然后又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出现回落 仍旧跑到最终的百分之七点几的区间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中间其实波动幅度至少还有四五个点 因为盘后涨了13% 那么下沿还是在180-201这个宽的大结构里边来回的摆动 所以呢你如果正好持有特斯拉今天起飞了 那对你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如果你想你这个价格去追 还是提醒大家务必要慎重 240块钱以上到266的这个压力区间 务必要慎重 然后呢来讲一下另外一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个股 EMPH EMPH快速的还是要跟大家过一下 这个财报不给大家细看了 简单的说 它的第三财季的财报是 营收环比下降15% 每股收益65美分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每股78美分 主要受到的影响是受到欧洲的电价的下降带来的 包括像荷兰德国等主要竞争市场的影响 电价下降了 大家就用电呗 那他就不需要一定要装这个太阳能板 对吧 那么整个欧洲对于住宅太阳能的需求是已经恶化 这个恶化实际上在两个季度之前 咱们在讲太阳能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那么展望未来EMPH的四季度的营收只有3.6到4亿 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4.335亿 好 那么它的估值和技术面 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吧 然后再给大家讲讲我对于太阳能的看法 那么24年的前瞻是60到80 基于25到35倍的高参考巨价 非常高 这个是有下幅空间的 那么25年的前瞻是110到154 同样是有下幅空间的 所以这个基本面的参考 仅做参考 这个其实从实战的这个指导的意义上来讲不大 我个人认为不大 但是还是给大家标出来 因为它的行业前景 整个太阳能这边是有一些问题的 增速今年是负42 明年是正70 看上去业绩就是来回的跳动 这种跳动也更加的导致前瞻估值 是尽量的只能做一个参考 好吧 尽量不要以这个前瞻估值去判断它的价格区间 好 那么现在呢 问题是技术面啊 95块6到102之前跌破过 跌破了以后已经是走空了 这一个只不过是在更大的利空消息之后的继续的下跌 目前的价格跌到了66.6到84.5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这个地方一旦再破位 它是个很宽的支撑 但是支撑力度又不算特别的强 如果破位 它是有可能腰斩一次跌到33.5级下方的 这个就取决于它后面的业绩能不能顶得上了 好吧 这是技术性的风险 给大家先标出来 不是说它已经要跌破 不是说一定要跌破 因为现在离的还很远 70多块钱 正好跌到这个支撑区域 而且今天你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多的买盘有进场 对吧 但是呢 没有办法暂时判断为止跌 今天的形态判断不了是否止跌 像这种连续大跌破位之后的大跌需要长时间的横盘才能确定 是不是止跌了 好吧 这是EMPH的技术面 好 我谈一下对于太阳能的整个的观点 呃 其实太阳能的观点 我说一下长线啊 长线上我个人认为呢 现在不是做清洁能源太阳能的好时机 为什么 因为清洁能源实际上在两个季度之前就已经暴露出了欧洲的需求放缓的问题 包括像补贴的减少 还有刚才谈到的像电价的下降在欧洲 它导致的整个的这种清洁能源的需求变化 补贴也少了嘛 那么大家也不是必须要安了 而且现在你可以想一下 现在马上进入北半球的什么时候了 冬季了 冬季的你想想它的整个的安装的需求 各方面肯定没有像夏季的需求那么强 好 这是第一点 美国这边大选要来了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两党的对于太阳能和清洁能源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去布局清洁能源 其实你有部分是在押注民主党会获胜 你会因为民主党对于清洁能源有更多的利好的支持 相对来讲 共和党这边 那么对于清洁能源相对要弱 对于传统能源实化能源它的知识要更强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去压 你还在部分的压大选 好 这是两个啊 所以基于这两个 它的基本面其实很难做 并不适合现在去做长线 另外补充一点 清洁能源在欧洲它属于一个政治议题 其实和美国也一样 美国两党吧 清洁能源都是属于政治议题中有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参与这个板块的炒作长线 你面临着非常多的不确定的来回摇板 比方说大选 对吧 比方说补贴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呢 还是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做清洁能源 我个人对这个赛道暂时认为这个不是个好的时机啊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个人观点 所以我个人也不做清洁能源 好吗 这是对于整个目前价格的看法 包括大家看到的和问到的其他的像FSLR也一样 SEDG也一样 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他们是一挂的 包括大家喜欢问的 像什么清洁能源的ETF TAN 对吧 TAN也一样 一个逻辑 好吧 我们就一次性讲清楚 估计有很多朋友是新朋友来了以后 没听我讲过 以前我是讲过这个观点的 好 这是对于EMPH 另外我们看一下高通和ARM的这个互欧 高通和ARM的争端呢 是在昨天的时候盘后啊 大家看到ARM呢 是给高通发了一个60天的通知 可能会终止高通的架构和芯片设计许可 那么两家公司呢是一起下跌 高通跌了3.8% ARM自己呢是这个跌了6% 好 我说一下他们这个事情的背景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ARM呢 这家公司呢 是通过把芯片设计和芯片架构 授权给半导体的硬件制造商来赚钱 那么高通呢是硬件制造商 他要付专利费给ARM 那么这场纠纷呢最早是始于2021年 当时高通是收购了一家公司 一个初创的也是芯片设计公司 叫做Nuvia Nuvia和ARM呢 他们之间也有合作 他也付专利费给ARM 那么ARM为什么起诉高通呢 他说啊 高通应该征得ARM的同意 才能使用这个Nuvia的设计成果 或者销毁Nuvia在ARM公司架构许可范围内 开发的任何的知识产权 他们认为啊 这个Nuvia向ARM支付的专利使用费 要高于高通向ARM支付的专利使用费 简单来讲 ARM认为高通付给自己的专利费太少了 所以去起诉高通 那么这个审判原定于是12月中旬举行 其实现在正好在给的60天通知之内 所以这个事情啊 ARM呢 只是在庭审之前给高通一些压力 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庭审决定 或者在庭审前双方达成和解 好 那么就要谈一下这件事情的这个逻辑了啊 这个逻辑判断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我认为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取消专利授权的事情是极小的概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家公司 他们是相互依赖的 根据ARM的文件 截止到2024年的3月的财年 高通是ARM的大客户 占到了ARM收入的10% 如果终止合作 相当于ARM得先自砍一刀 对吧 然后满身是血的走过去问高通 你看 我狠起来脸自己都打 你怕不怕 废话少说 赶紧打钱 对吧 ARM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呢 高通他也不是傻子 如果真的是终止合作 那么对于业务肯定是非常重大的打击 他连产品的根本都没有了 那公司不就垮了吗 所以他看到鼻青脸肿 打了自己一顿的ARM走过来 他也只能乖乖的掏出付款码 让对方扫一扫 所以这件事情的关键 无非就是授权费提高到多少的问题 那么对于高通带来多大的成本压力的问题 那么对于利润带来多大影响的问题 但是这个你没谈拢价格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最终得看两方的谈判的结果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 如果暂时你没有进场高通的 暂时你就不用进了 等待双方的和解落地 到时候重新计算成本和估值 如果已经进了的 那么你不妨稍微的再等一等 毕竟下面都是强制撑了 他也不至于说崩塌的那么快 无非就是成本增加 估值未来可能会小幅下调的问题 那么实在是担心的跌破 现在最近的强支撑163 你稍微的减那么一点点仓 暂时规避风险就可以了 因为下面的本身也是强支撑 强支撑 你下调一些 即便是14325年9月下调到133 其实接近到下方的136到145 这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谨慎的朋友 你可以阶段性的规避风险 等到这个风险差不多出清 有更多苗头之后 你再去买回来 问题也不大 好吧 但是没有近的朋友 你不想汤这汤浑水的 暂时就不用去管了 好吧 我们就可以挑别的股票 或者等市场有更多的信息之后 再去抉择 好 接下来说一下麦当劳 刚才就是这件事情的看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持有高通的 目前 但是很多朋友问 所以还是拿出来讲一讲 好 说一下麦当劳 麦当劳是昨天的新闻说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说 公司与一起重大的严重的 大肠杆军的疫情有关 已有10人入院治疗 一个人是死亡 所以股价是一口气 跌了5.12% 好 麦当劳我们之前做过估值的更新 他的下一份财报 在10月29号才披露 所以现在估值没有变 251到324 24年前瞻 25年前瞻是270到349 所以现在的价格属于中卫 25年中卫的下方一点点 这个地方出现这种消息面的利空 我们最好是参考一下技术面 因为技术面取决于市场卖还是不卖 机构拿还是不拿 怎么判断 我把今天给大家标的更清楚了 288到298 这个地方强支撑 破位之后才会陷入震荡 跌破288 陷入震荡 哪里的震荡 跌到下方261到272 再次获得支撑 支撑从261到上方的298 这个区间震荡 这是跌破288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没跌破 不用管它 没跌破 你现在正好跌到强支撑位置 你去直接杀跌 你去卖 没有必要 之前给大家讲过 跌到强支撑位置 不是你卖的位置 你要是上方卖了就卖了 没有卖 当天已经一口气跌下来了 来不及卖 现在就不需要卖了 你就在这个地方先拿一下 观察一下 跌破还有10块钱 跌破之后 你就知道 那先入震荡了 你再去干卖卖 对吧 毕竟从前单估值上来讲 25年它上线 还是有提升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 消息带来的短期的波动 对于卖上楼的基本面上 暂时没有看出来 有太大的影响 好 接下来说一下英伟达和苹果 英伟达今天是放量跌了2.81% 这个跌幅看上去很大 但对英伟达来讲 其实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位置不关键 尽管是放量 但是位置不关键 组合形态加起来也不属于见顶形态 所要注意的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它的11月15号的 包括这个期权的问题 这个期权的问题呢 确实是有大量的集中在110到160的未平仓期权 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财报之前就会去平仓 获利 导致股价呢 受到压力 这种情况怎么去判断 仍旧以技术面来作为判断标准 现在呢 我给技术面 大家做了一个更新 127.5到135 这个地方跌破127.5才是真正的 有那么一点点动静的地方 今天像这种跌2.81 完全没有任何动静 完全属于正常的横盘 我认为这叫横盘波动 尽管是放量 什么时候能够跌破127.5才是真正的 叫做有动作了 现在呢 只是一个日内的博弈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的啊 只是点位给大家更新了一下 上移了几块钱到135 为什么上移呢 因为经过了几天的交易 而为这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好 然后呢 再就是苹果 跟大家讲一下啊 苹果今天也是突发利空 因为销量不佳呢 苹果最早可能于11月暂停组装 这个头显的Vision Pro 这个Vision Pro呢 已经是通知了它的供应商啊 这个力讯精密 把这个产量从每天的2000个 减到了差不多1000个 另外呢 苹果的分析师郭敏奇呢 他说啊 从2024年的四季度 到2025年的上半年 iPhone 16的订单减少了约1000万部 那么预计 接下来几个季度的iPhone产量 将低于去年同期 大家发现了没有 苹果的关于iPhone 16的这个事情 已经来来回回烙饼 烙了好几次了 一会儿说它产量好 一会儿说它产量不好 我觉得这几个分析师 应该约出来打一架 对吧 谁赢了 听谁的咱们啊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股价来回波动 最近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些短线消息的刺激 这种消息呢 大家都不用去想太多啊 苹果现在的股价 首先第一个你要确认 肯定不低 绝对是属于在高位徘徊的 基本面做它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好吗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技术面 哪里可以做呢 你要真的想做一个比较激进的右侧 208到220块钱 回到这个区域 看它的力度如何 横盘如何 买盘如何 要去做不做 对吧 打一点 稍微激进一点点 那对我来讲 其实我并不认为在208上方 对于苹果来讲是一个好的位置 我个人宁肯就持着原来的持仓不动 对吧 我就不动了 它不让我加仓 我就不加了 我也不愿意去冒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上行去追它的风险 第一个是苹果本身 刚才讲 业绩已经到顶 第二个是 苹果的波动就不大 没有必要去追它 它跑不快 它根本就跑不了那么远 所以你与其这样 还不如拿着原来的仓位 对吧 拿着原来的仓位 把你有限的资金 如果愿意干点别的 干点别的 所以呢 这是我对苹果的思考 继续等待 跌破208才能做头 才能下看198级下方 不跌破呢 上方208上方的 就是它潜在的高位横盘 然后呢 跌下来 我之前讲过 为什么跌不下去 一个机构也抱团 第二个 苹果有大量的 历史上最高的回购的预留 这个都让大家觉得 苹果跌不下去 但是跌不下去不重要 它也不涨啊 不涨 一定要现在去买它干嘛呢 难道你准备拿苹果的股息吗 对吧 股息反正也挺低的 对吧 百分之零点几的股息 其实也 这个基本上也没什么意思啊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对于市场内容的一些 跟踪和解读 如果你觉得啊 我的节目呢 对大家提供了一些 信息上的帮助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忙 点赞 评论 转发啊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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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